七天食堂探访胡同里的隐蔽小店 文金带你品尝 长春最早的网红神殿 平阳鸡炖兔 看起来很完整 但吃起来那个口感特别的绵软 而且骨子那个肉呢是很细腻的 大厨小菜邂逅重阳节 长春凯越酒店大厨 手把手教你重阳节传统美食的创新 年糕吸收了螃蟹的鲜味 也能吃到年糕的软朴 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选用到甜蟹 七天游记长白山自驾之旅 还在继续 文金带你探索全新长白 观赏壮美瀑布 它的形状呢成一个Y字形 然后汇聚到一起 使这个瀑布非常的壮观地留下来 它的高度呢达到了68米 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口湖瀑布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今日最七天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 最七天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佩达 大家晚上好 我是湾湾 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 二九相逢 也叫重九 寓意长长久久 所以这一天呢也是民间传统的老人节 那在这里呢要祝福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们 身体健康吃麻麻香 别看我们节目气质非常的年轻时尚 可粉丝相当一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也不罚爷爷奶奶 真的是这样啊 我有一天就是走在街上嘛 就有一个阿姨认出来我了 说特别喜欢看咱们的节目 就愿意跟咱们一起吃好吃的玩好玩的 说自己的心态看节目都变得年轻了 你看啊 这么多人关注我们 是不是工作的动力也更大了呢 其实我们节目更多的传递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退休父前在家的老人 更应该对生活质量提高要求 安详晚年 就是啊 那今天呢是重阳节 我们七天食堂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家老店 那这家店呢 在长春开了近三十年了 老长春人对这家店几乎是无人不知 那推荐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家店的口味啊 特别适合老年人 今天编导说带我来平泉胡同 一栋非常平常的居民楼 找一家非常不平凡的店 这说起来有人绕口令啊 是这家吧 看起来就不太一般 恭喜你 答错了 那就是这家 这个看起来挺普通的 不不不 更不是这家 你就向前走 说停你再停 停 就是这儿了 你的意思就是这家 不是吧 这不就普通居民楼吗 而且这屋子那么小 连个招牌都没有 难道是传说中的无名神殿 先继续看看 还真是一个饭店啊 现在没到饭口呢 然后你看就这么多人 就已经坐满了 这一共才八张桌 这也太共兵修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的连个招牌都没有呢 开了多少年了 我家开了24年了 老板告诉我们 其实在最开始 姐弟几人是在路边 织起了烧烤摊 主打就是烧鸽子 就这样一烤就是数年 后来慢慢探索了其他菜品 一家人也终于开启了自己的小店 因为我们姐弟几个 也是主要是考虑一些 在这一页问题 开的是饭店 也没心思往大干 全靠着这些回头客吧 一直没想到开饭店 都说啊 这凭人不能看低印象 这凭店啊 我看也不能凭扎眼 你看他们家的菜单 就挂在墙上 一目了然啊 二十多年的老店 肯定是有它的特色的 你看哦 笨鸡 兔子 鸽子 顿菜有它 红烧也有它 烧烤也有它 这个炒菜也包含这些 他们家的特色 绝对是这三样 笨鸡 兔子 还有鸽子 烤鸽子 我们家已经可以 都是三十年历史 开一开始就开烤 果料呢 都是最个人琢磨的 这一年吧 味道大伙吃都特别好 口感也特别好 果然是大眼瘾于世 酒香不怕巷子深 老板这样的任性 也是来源于 对自己做出美食的信心 老板说 最早这个馆子 是在楼前的小平房里 环境比较简陋 但就是在九几年的时候 还吸引到明星来过这里 不过可惜的是 老板由于客人太多 都没来得及留影纪念 可见当时是有多火 这个特色终于是上来了 这个是兔子炖猪豆 这个是小筋炖粉条 小铁盆一装 特别有家的感觉 尝尝 尝尝这个兔子 这个兔肉啊 我看起来 你看都特别的整装 我以为我很难咬的 我们家的鸡个兔啊 买回了以后这个馅上 精度清洗精度炒 高压锅炒 炒完也高压锅 压出来腌制一下了 这样呢 那肉吧 有点鲜嫩 口感比较好 它这营养不都是 都锁住这味 这不会是用高压锅压锅的 看起来很完整 但吃起来 那个口感特别的绵软 而且兔子那个肉呢 是很细腻的 你看 这块一撕一撕的 都能看得到 这肉丝特别的细 它这个骨子呢 吃的是它那个 绵软的口感 还有这个 它家放的这个 料的那个香味 当然了 你看起来颜色很重 但它并没有那么咸 兔肉属高蛋白质 低脂肪 少胆固醇的肉类 质地细嫩 味道鲜 而土豆含有 大量的优质纤维素 有防治癌症的作用 二者相互取长补短 有补肾补钙 补鞋补气 健脾养胃的功效 你看它这些土豆啊 处理的是相当的随意了 它不是用那种刀切的 是用那种像小勺 一刮一刮刮下来的 跟咱们家里 那种处理方法 这就是一样的 老板到后厨亲自示范 他练了多年的勺工 他说这样做 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土豆块形状不规则 能帮助它更好的入味 其实兔子吧 咱家里是不是特别常吃的 但是这道菜 小筋炖粉条 肯定是一道急渣日 必备的一道菜 这个肉呢 很紧实 很扎实 我感觉跟我平时吃的那种鸡肉 感觉不太一样 上能存去感激 反而并且又有人给送 但是小筋呢 基本上散养的鸡 不要肉吃鸡 散养的口感比较好 这个小筋的那个肉 是很有紧实的 因为也是被压过的嘛 所以口感非常的嫩 小筋炖这个粉条嘛 用料非常简单 但吃的其实就是 这个简单的味 因为这种简单的味道 就是家的味道 小筋跟粉条呢 永远都是最配的搭档 其实大家这粉条 你看哦 比我们一般吃的那种 小圆粉条要醋那么多 它处于软糯的那种口感 很滑在你嘴里 我觉得这个粉条 配搬大米拌 再泡手汤绝了 太好吃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顿饭吃得特美丽 你别看我吃这么小 但是我都不知道 我能花多少钱 你看这哪个菜单 只有菜名 连个价格都没有 这多少钱 这二十多年呢 我们家就是 没太涨价 原来四十 现在是五十 白的吧 这客人嘛 都像亲人一样 保利就多小吧 这只炒鸽咋啊 看起来不错呀 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有这个鸽干 炒鸽整个 哎 野上这么多青椒啊 整个菜呢 只有微微的那么一点辣 虽然说鸽子那种 本身的香味 正所谓 麻雀虽小 武脏俱全 小小的鸽子 配上老板的配方 变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而平时 并不被人注意的鸽杂 经过改善 也成了店里的主打菜品 小小的餐馆 凝聚了姐弟几人 近三十年的酸甜苦辣 在这里 也有着不一样的亲人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这家鸡炖兔 凭借独特的老味道 在长春的餐饮界 真是名声不小啊 不过这个口味啊 稍微有点偏重 建议这个老人去吃 再点点青菜啊 为了身体健康嘛 中老年人不能吃太咸的 每天适当地喝一些 滋补的汤啊 尤其是在这种 这个秋冬季节 我知道在这个长春 有一家瓦罐味汤 非常不错 咸淡适中 价格也实惠 最重要的是 省去了很多 在家味汤的麻烦 这俗话说啊 宁可食无肉 不可饭无汤 那足以见得这汤啊 在一顿饭当中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经常喝汤呢 对我们的身体 也是有非常多的益处 这天啊 越来越冷了 那今天呢 我就来带大家一起喝汤 别看这家店装修风格一般 店面也不大 老板告诉我们 他们家可是凭借着 店里正宗的口味 闯江湖的 老板 咱们家这店名叫 三项梨瓦罐味汤啊 这之前啊 我听过有炖汤 有煲汤 这个味汤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咱们家的这个味 是怎样的味法 瓦罐味汤啊 最经典的 就是体现这个位子上 这个位子啊 和以往的煲汤对汤有所不同 它需要特定的容器 特定的设备 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温度 必须微制八小时 让食材充分的在 时间与温度的变化当中 融解到汤汁里去 这是味汤 瓦罐味汤是江西省民间 传统的味汤方法 所有的食材都先装在 淘土制作的瓦罐里 再放到煲汤容器里 用碳火烧制 以硬制木 碳火恒温 传统式六面受热 为什么这个汤 一定要装在瓦罐里呢 这个小瓦罐啊 咱们是采用 景德镇出产的 这种小瓦罐 景德镇呢 是咱们中国知名的 陶瓷之都嘛 这种瓦罐啊 它是采用当地 特有的常识和粘土 按一定的比例 烧制而成的 瓦罐之妙 在于土制陶气 比阴阳之性 酒味之下 原料鲜味及营养成分 充分溶解于汤中 传统的瓦罐味汤 将一个个小的瓦罐 放在特制的大瓦缸 但据说 这家自称正宗的店 偏偏换掉了传统容器 这样的改变 真的行吗 现在我们那个 制汤设备啊 是采用了专用味汤炉 取代了原有的大瓦缸 原有的大瓦缸啊 它是底面受热 现在呢 我们有个科学的改进 它是多面受热的 并且呢 它有一个恒温的系统 确保了这个 这个胃汤的时间和温度 保证这个汤的最佳的质量 我无意中发现 那个瓦罐汤呢 最后我品尝了一下 挺味啊 特别好 那个瓦罐味的汤 好像味得挺久 我喝也不错 很好 很好喝 店内主打汤 乌鸡党参汤 用的是两年的老乌鸡 搭配党参枸杞等食材 是一款滋补汤 刚刚服务员一进门 就是送汤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这个汤的香味啊 而且这样一咬上来 这个里面的食材是非常丰富的 你看能看见这个乌鸡 还有党参 还有枸杞 都是非常补的 这个汤的味道啊 一喝就知道是 喂着了很长时间的 而且这个上面的油心很少 喝上去一点都不油腻 就这样单喝 不需要配饭的话 也不是很咸 据说南方人 每天从早餐开始就喝汤 但在北方人看来 一顿饭光喝汤 可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搭配些小菜 才能满足我们的味蕾 这道店里特有的 灌闷肉汁小土豆 这可是在别家的店里 吃不到的哟 那除了汤以外呢 当然他们家 还有很多的特色菜 比如说我眼前的这道 罐闷肉汁小土豆 你看它里面啊 有这种大块的肉 而且这个肉炖的 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这个土豆呢 都选用的是这种小土豆 所以轻轻的一加 就有点碎了 所以能看出来 这个肯定是特别的面 小土豆表皮较薄 容易软烂 首先将土豆倒入锅中 炸至金黄扣捞出 锅中再倒入底油 放葱姜蒜 将自制的烧肉 倒入锅中收汁 最后把土豆和烧肉 一同放入 涂满洋葱的瓦罐之中 并用锡纸包住 用小火焖至20分钟 用灌焖这种方式 来烹饪这道菜 能够让小土豆 充分地吸收 肉汁的营养和香味 让这道菜更加的香浓可口 这个土豆除了面以外 它已经完全跟这个肉香 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它这个外面 有一点焦焦的感觉 吃上去口感特别好 我觉得这样一道菜 再配一碗米饭 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是特别香的 除了正宗的瓦罐味汤 和灌焖肉汁小土豆 这里还有许多特色菜品 比如这道三项米 酵花鱼 孜然烤焦食蛋 还有这道双焦辣味爆干笋 来的时候别忘了尝试哟 这一碗汤喝下肚 暖胃又暖身 那说到适合中老年人的美食 面条绝对是榜上有名 尤其咱们北方人 对面食是更加钟爱的 要说全国面条 做得最有名的 就应该属山西了 刀削面 拉面 剪刀面等等 花样非常多 那下面呢 再让小鹅带您去尝一尝 正宗的山西面馆 现在我来到的这家店呢 是一家山西面食馆 在店里面啊 随手一抓就是一个回头客 靠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这一碗 传统的山西刀削面 当然老板也不一般哦 代式山西面馆 是一家主营山西传统 刀削面的面馆 别看它不起眼儿 但是早在2012年 就已经开张了 如今这家店的刀削面 在长春也是小有名气了 这个老赵发这个饭店呢 质量一直都挺有保障的 这个山西刀削面 所以特别重要 它家的面很劲道 口感也很好 这间店已开很多年了 我们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想吃就过了一次 无论是附近的居民 还是开车大老远赶来 都只为吃上这一口老味道 别看现在店里的人手也不少 可一直没变的 就是这家店的忙碌程度 从老百姓的餐桌上 让这些老百姓呢 尝一尝 这家店吸引回头客的 不仅仅是味道 更因为背后专注品质 潜心钻研多年的老板 虽然日复一日地 做着相同的工作 但店里的每一位厨师 依然会将每一碗面 视为自己的作品 呈现给食客 这个面必须是高档面 它有面筋 所以需要出面呢 才油软 有硬性 这个面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用鸡蛋和面 加入少许食盐 让面更有筋性 面也更加油亮光滑 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虽然说看上去这个面条 要比我们平时吃的面条 稍微厚一点 但是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而且呢传统的山西刀椒面 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这样吃上去 才会足够的筋倒 一碗刀椒面 不仅面很有讲究 这汤也是精华所在 这个汤底也是非常的醇厚的 单喝也不会觉得特别油腻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口汤 它可有近20年的历史了 汤底用大骨头奔鸡等食材 24小时不间断熬制 也只有这样的真材实料 才能积淀出这样的醇厚 绝不添加任何香料防腐剂 也是老板多年坚持的原则 当然了他们家除了山西刀椒面以外呢 还有很多的招牌菜 比如说眼前的这道意大利虾球 就是捉捉必点的 怪不得这一碗面 食客一吃就是几年 甚至十几年 也希望这样经典的老味道 能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在重阳节这一天 各地有很多不同的习俗嘛 比如说这个登高望远 插猪鱼等等 有的地方还要吃年糕呢 年糕在我的家乡延边 非常受欢迎 也是在很多节日上 都会出现的代表性食物 那年糕有什么适合老年人吃的做法呢 眼下不正是和蟹最当季的时候吗 今天的大厨小菜 就来教教大家 如何把和蟹和年糕完美地结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阳节呢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这个节日中 有赏菊花 插猪鱼的一个习惯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呢 在这个节日中要吃年糕 寓意着步步高升 今天我就带给大家一道菜 叫做年糕炒稻田馅 今天呢 我们选用的是稻田馅 它的生活环境呢 主要生长在江河湖泊 还有稻田旁的小西 主要与小鱼小虾 还有掉落的穀物为食 教大家几种挑选和蟹的方法 首先呢 同等大小的螃蟹呢 我们需要挑重量沉一些的 证明它的肉质非常饱满 第二种呢 首先要观察蟹的背部 要黑色的 腹部要纯白色的 这样的蟹证明身体健康 还有一种 我们捏一捏它的四肢 如果不是空的 是非常紧实的 证明它的肌肉 特别特别的强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南方吃年糕的比较多 而这道菜用的年糕 是我们炒族用的年糕切成片 片是选用我们东北的稻田馅 这两种食材都是我们地地道的东北食材 当我们发现这个年糕 各手勺一碰它发软的时候 证明它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在漏勺里 因为生肌就挺饿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炸好电粉的旁边炸至 炸到外表酥脆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加汤 如果家里头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吃水 接下来我们都调味 首先把螃蟹倒里面 然后下入年糕 表示我嘴比较馋 比较贪吃 然后呢在一次班会上 同学们都说自己的理想 我脱口而出 就是当了厨师 而且呢我的理想也实现了 一直从事厨师二十年 厨师呢虽然是一个辛苦的职业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苦 它累 它反倒会给我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乐趣 汤汁愁浓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勾芡 放入切好的红椒条就可以了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老少鸡肉 年糕吸收了螃蟹的鲜味 也能吃到年糕的软末 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选用稻田蟹 因为在东北呢一年四季和蟹 做在这个季节才是最最美美的 但是在我们东北呢 海鲜市场最常见的就是一种飞蟹 如果大家想在夏天或者冬天时呢 我们可以用飞蟹代替稻田蟹 哎呀 看着好诱人哪 那如果您不善于下厨呢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要记住了 最期天超强折扣 今天开始为期三天 现在请大家立刻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关注最期天微信公众平台 可以打开昨天 也就是16号的推文 这条推文就是你的福利券了 很简单 对 没错 那凭这条推文 到店消费就享受空前的超低折扣 包括中东拉图模跟酒店3.6的优惠 3.6折的优惠 还有这个福加乌拉火锅5折优惠 李氏鲁味大王5折优惠 千儿烧烤 以及杨老大两家烧烤店的5折优惠 可能跟大家说了 大家都不太信 这两天我是挨个打卡 今天晚上就去吃烧烤 好 补着优惠 那这个活动持续到10月的19号 因为只有三天嘛 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另外 凡是进店消费的朋友 别忘了拍一张照片 发给我们 凭借这个照片 还能得到免费的影票 你的消费 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 最七天 本周的七天游记 我们开着房车 开始了长白山自驾之旅 那长白山景区 最难以琢磨的就是 变幻墨测的天气 很多人好不容易爬上山顶 却无缘见天池一面 这也是长白山的魅力吧 不过爬山的过程 和一路尽收眼底的壮阔美景 也俘虏了四面八方的来客 那今天呢 文金就要开始爬山了 来看看他的运气怎么样 感受了国际五星级酒店的 奢华温泉体验后 第二天一早 文金便来到了餐厅 除了品尝五星级早点外 更重要的是补充能量 因为今天的行程 就是登上长白山 一览天池的美景了 可是天宫不作美 室外依旧下着雨 但这并没有熄灭 七天游记设置组 向往天池的热情 最后大家还是决定 冒武向长白山进发 碰碰运气 长白山温泉黄冠价儿酒店 距离长白山北景区非常近 您甚至可以步行就能到达 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我身后呢 就是长白山游览市一图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这儿 北景区门区 那么去往长白山天池呢 有三条路线 一个是北景区 一个是西景区 还有南景区 据长白山的工作人员介绍 三个景区的不同之处 在于北景区的景色 十分雄壮 像一个男人 西景区的景色 十分优美 像一个女人 而南景区的景色 则更显原始 像一个孩子 所以感觉更像是 三口之家 围绕在天池的周围 形成一种 其乐融融的景象 但是此刻的雨 越下越大 从北景区门区 到售票大厅 短短的几十米的路程 却已经让文金 狼狈不堪了 我今天已经穿棉裤了 其实来之前 真的是做好了功课 但是还是抵御不了 这样的雨天和严寒 但是唯一错误的时候 穿了一个小帆布鞋 全石头了 真的 我现在就是脚的感觉 就是跟冬天 在雪天里是一样的 真简直好狼狈啊 要想进入长白山景区 就要到这里的售票大厅 购买门票 以及环保车票 如果你需要一个导游 为你全方位 介绍一下 长白山的景色的话 这里还有导游服务中心 可为您服务 售票大厅里的人很多 想必大家也都是抱着 对天池的憧憬 来到这里 想要碰碰运气的 你好 欢迎来到长白山 门票多少钱一张 每位常人是215 门票125 环保车票85 还有五元的一歪险 一共215 一共215 那小孩呢 小孩超过一名二以上 是半票 不超过一名二以上 不超过一名二 是没有买票的 虽然遇到雨天 我们的设置组 最终还是决定买票 进入景区 这时在检票口上方的大屏幕 引起了文金的注意 在售票大厅的检票口上方 有一个大屏幕 就实时地来更新 这个长白山景区的温度 以及这个现在的人数 那现在主峰的温度都在零下 最高温才零下一度 最低温是零下六度 风力已经达到了七到八级 这是得多大的风力啊 然后现在主峰的天气啊 是多云有小雪 因为现在外面下雨的嘛 那山上可能就是下雪的情况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 非常遗憾的几个字啊 四个字 全天关闭 那说明这次我们很遗憾 没有幸运能看到长白山主峰 天池的整体全貌了 但是呢我们还能看到 沿线的瀑布啊温泉 包括绿烟潭 地下森林等等 看来看不到天池已成定局 但是为了不虚此行 设置组一行人还是高兴地 踏上了长白山之路 那么长白山步步 便成为了文金此行的第一站 正常我们去景区呢 都会坐绿色的环保车 那看这儿 有木马人 奔驰 还有JMC 对于一些有要求的顾客呢 是提供了个性化定制的包车服务 人均在700到800分钟之间 走过这条木制长廊 登上环保车 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到达了长白山的半山腰 我们乘坐环保车呢 来到了长白山的山腰 因为要从这儿到长白瀑布 需要走这个木栈桥 然后一千米左右 确实啊 刚才我们在下面还是下着雨 山上呢 已经不下雨了 但是有雪 你看这个山上 真的是黑白这样的 一个黑白配 像是一个黑白的水墨画一样 而且你看现在 上面山上呢 是有水雾的 何想而知啊 这个山体之后就是天池 那天池现在是被水雾笼罩着的 而且那块有个窝口 这个窝口呢 就是长白瀑布了 长白瀑布呢 是天池的唯一的一个出水口 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一个火山口湖瀑布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呢 就是从天池流下来的水 也是从瀑布 接着瀑布流下来的水 走上蜿蜒的木栈道 就能看到一排排的月化树 据说这种树在水中是浮不起来的 是不是很神奇呢 走过木栈道 要想到达长白山瀑布 首先要经过景区服务站 在这里你可以整顿休息 喝一杯姜茶暖身 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长白山著名的温泉煮鸡蛋 来长白山呢 一定要吃温泉煮鸡蛋 但是来到这儿我才知道 温泉不仅仅能煮鸡蛋 还能煮鸭蛋 香肠 还有煮玉米 还有这个热饮 那我肯定要先吃一个鸡蛋了 因为它这个温泉水呢 都是高流水 就有点硫磺的那种肥皂的味道 你看这个鸡蛋都是比较小的 是笨鸡蛋 这个青真的是弹弹的 这个黄 我尝尝 你看 黄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而且这个青呢 有种果冻的那种感觉 是那种半凝固状的 这个黄 也是那种藏心的那种 特别香 这鸡蛋不仅用温泉煮熟后 别有一番风味 而且在吃法上 还很有讲究呢 温泉鸡蛋吃法一 将鸡蛋的两头敲碎 去皮露出蛋清部分 使用水吸的方式将鸡蛋吸入口中 温泉鸡蛋吃法二 将鸡蛋从中间掰开 以盐做调料 少量蘸取 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呢 学习过这两种温泉鸡蛋的吃法 温泉鸡蛋 雯金便又在景区服务站里逛了起来 这不他又发现好东西了 据说这个是长白山的老树根 在这儿骑扶呢 一定都会心想事成 那我要为我们的狼祖 这七天骑媚 祝我们这七天能够收视长虹 洗过湖又用长白山的天然温泉洗过手后 温金便要继续踏上通往长白山瀑布的路途了 图中的木栈道两侧有许多小型泉眼 统称巨龙泉 据说有47个泉口中日不断地从岩石缝隙中向外涌出泉水 十分壮观 在木栈道的高处还可以眺望漫漫无际的临海 沿途还可以在初秋与雪来一次亲密接触 但让人遗憾的是终于走到瀑布面前 看到的只是浓浓大雾丝毫不见瀑布的影子 但是摄制组一行人并没有放弃 打算等待云开雾散一堵长白山瀑布的庐山真面目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为一会儿雾气便慢慢散进 长白山瀑布在众人面前一览无余 让温泉不已 它的形状呢成一个Y字形 然后汇聚到一起 使这个瀑布非常的壮观地留下来 它的高度呢达到了68米 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口湖瀑布 为了不虚此行 文静还特意用杯子装满了长白山的泉水留作纪念 但是这种泉水是绝对不能饮用的 欣赏过长白瀑布的壮观已是中午时分 此时文静的下一个任务 就是要神秘午饭了 长白山景区呢一共有两处地方可以就餐 那现在我在的就是蓝景快餐 如果说你想休息休息 歇歇脚的话可以来到这里 那这儿呢就在绿渊潭景区附近 看这边呢有很多的锅 到夏季人流量大的时候呢 这里一般都是以自助的形式 那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点了几个菜 尤其是这道鱼啊 这道鱼是长白山的特色 是长白山红尊鱼是冷水鱼 红尊鱼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重要冷水性鱼 因体侧有一棕红色纵纹而得名 红尊鱼肉多刺软少腥味 属高级食用鱼类 欣赏过长白瀑布的壮观已是中午时分 肉的那种感觉是很扎实的 而且它这个皮 富含胶原蛋白 皮特别特别的滑 太好吃了 看着这一大桌子菜 小编的口水也要流下来了 于是自己默默下了决心 一定要亲自去到长白山 去尝一尝那里的特色美味 吃过午饭补充了满满的能量 文金的下一站会是哪里呢 这样离走呢就是绿渊潭 据说它的潭水啊是碧绿色的 景色极其秀美 人们都称它为长白山的小酒寨沟 刚刚走进绿渊潭景区 你便会被这里的幽静田市 所深深吸引 小桥下的潺潺流水 岩壁上的高山杜鹃 眼前全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色 然而看到绿温潭的一瞬间 整个设置组都被那一抹碧绿深窘的潭水所震惊了 再加上潭中瀑布飞流直下 直入深渊的唯美画面 让人犹如走入仙境一般 碳顺这个瀑布呢流下来就形成了绿渊潭 而且这个颜色呢就是碧绿的 尤其是风吹起来的时候就会碧波荡漾 而且水啊特别特别的清澈 里面还有鱼 望着绿渊潭的潭水 仿佛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 这里的一切景色都让文金流连忘返 不愿离开 但是眼看又要下雨 长白山的另一处著名景点 地下森林 文金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我现在就来到了长白山的超级大洋巴 地下森林 那我身边呢都是参天逼日的古树 这里的树呢一旦倒了之后也不允许往外运的 一定要就是放在原地化成养料 从绿渊潭乘坐环保车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到达地下森林 据说是由于造山运动或火山活动 造成了大面积地层下塌 形成了巨大的山谷 使整片整片的森林沉入谷底 故而又叫谷底森林 也是长白山海拔最低的景区 这部文金刚走入地下森林 就被各种各样的树木吸引了 长白 榆林 云山 好粗壮的一棵树啊 从来都没听过还有这种树 但是非常的形象 它的这个树干真的就像鱼的皮肤 榆一样 这根栅栏围起来的叫深山蔷薇 在我的印象里墙面应该是花吧 但它像小树苗一样 应该是重点保护那项吧 看来文金对这些奇特的植物 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瞬间变成了好奇宝宝 但此时的天空又下起了雨 可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心情 刚才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天都已经晴了 但现在我们到地下森林 又下起了雨 看完长白山啊 真的是天气变幻无常啊 那其实平时我们都在城市里 然后钢筋水泥 来到这样的森林呢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 什么事都能放下 放松下来 由于雨越下越大 我们并没有走到尽头 观赏到深谷中的郁郁森林 但是就如文金所说 能欣赏到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呼吸到来自大自然最纯净的空气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忙碌的我们来说 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虽然没有看到谷底森林 没有看到天池 但七天游记的脚步没有停止 我们依然会怀着最初的信念 为大家去找寻最美的景色 告别长白山后 设置组一行人抵达二道白河小镇 体验慢节奏生活 这个就是你目所能及的地方啊 全都是树 整个城市都是弥漫着皮绿的味道 二道白河美食街 寻觅最具长白山特色的美食 好吃的鸡蛋太好吃了 再登长白山 文金有幸目睹天池风采 我现在特别激动 我心跳得加快了 真的 明日七天游记 文金将继续带你感受 长白风情 领略长白风光 你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消费服务节目最七天 每天十七点五十分 打开电视 看这里了解一下 跟您有关 您必须关注的生活资讯 买房是在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买得衬心 住着书心 可一旦入手的房子 手续不全 不能按期交房 或者办不下来房产证 那可就有操不完的心了 昨天 长春市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消息 将对龙都翡翠湾 蔚蓝国际 万普小镇 文庭雅院 先行家院等 列入黑名单房企 限制办理预售证 商品房 网签及合同备案等相关手续 共涉及长春市 14个房地产项目 是否包括您的住房 可以登陆长春市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管理局进行查询 一个舒适温馨的房子 能让人感到踏实 而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 则能让人倍感安全 近日 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院 在香港发布了 2018中国区域 最安全城市排行榜 咱们大长春 以90.33分的成绩 位列东北十家安全城市 第一名 典选由社会安全 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信息安全 四个体系组成 安全城市的主要特征是 当年 无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社会治安良好 投资环境优越 生产事故少发 消费品安全 生态可持续发展 能为市民企业政府 提供良好的 信息网络环境 和强有力的 信息安全保障 如今 长春的夜 总是灯火阑珊 而在这阑珊的灯火中 总不时有 红蓝两色的 景用间灯闪烁而过 商场里 校园内 社区旁 都设有警务室 全市视频 监控探头 总量超过三万个 这一份安全感 让小编 我连看见蟑螂 都不怕不怕了 除了与日俱增的安全感 春城的飞速发展 也给我们的出行 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昨天上午9点 施工了近6个月的 长春市南四环 下川灵河街隧道 正式完工实现通车 隧道全长810米 起点位于一通河 河堤登陆 终点与在建生态广场 互通立交相间 隧道工程结束后 地面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 预计今年11月15号 恢复南四环路 站立延连交通 经过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 南四环路的人民大街 到生态广场段6公里 全部实现快速化 大大促进中心城区 东西部的快速连接 另外 未来南四环路沿线 还将新增3座人行天桥 并将在明年7月份全部完工 对了 要提醒老司机们 快速路上也是有限速的 交通安全不能忘 食品安全不能松 近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抽检了9类 食用农产品 餐饮食品 公产品等9类食品 291匹次样品 不合格样品有6匹次 包括大庆市庆克龙连锁商贸有限公司 农安酸公司销售的 湿鲜太白全顺酒 减出甜蜜素 路远区嘉南综合市场 张宏如蔬菜摊床销售的菠菜 绿琴菊脂和高效绿琴菊脂超标 孙伟活鱼生鲜摊床销售的淡水虾 减出夫男西林代谢物 标称沿边洪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冷面汤浓缩汁甜蜜素超标 高新园区圣龙超市销售的 标称昌里县人县粉丝厂生产的 两批次火锅粉 铝残流量超标 目前不合格产品已经依法召回 省食药监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赶紧拨打12331热线电话 投诉举报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晚的留言 首先来看第一条 荷花粉丝说 我爱吃鱼的我都要爱上596家的鱼了 其实这些小馆子的味道是最棒的 没错 是在绿园区的596小吃店 那他们家的这个功夫鱼 一天只卖六条 所以你要提前预定哦 如果找不到的话 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查找这家店的地址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阿猫粉丝说 听说给粉丝福利了 有五折优惠啥的 这是真的吗 活动时间是多少天 应该打错了啊 活动时间呢 是在这个10月17号 18号19号 只有这三天 明天和后天 对对对 今天中午我就开始实验了啊 你吃在哪家 因为三天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又正好 这三天可以吃完所有家 你问我的是吃哪家 对啊 吃的是满足火锅 因为这两天天气有点凉嘛 吃点火锅 明天呢就可以吃这个卤味 你今天晚上去吃什么 烧烤 什么烧烤 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那个盐边的烧烤 对对 吃着那个大洋排小洋排 想想都流口水了 还有几十秒就下节目了 我现在已经忍不住了 这可以冲出直播间 马上去吃烧烤 是吗 因为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六六说 最近气温降得太厉害了 生活在东北的南方人 实在是承受不住了 有没有什么推荐店啊 当然 当然